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面前這一堆蝴蝶蘭 都是我的水培蝴蝶蘭 這裡是其中一部分 因為太多了 沒有可能一個影片全部講完 所以我就選了一部分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全部都是帶花入水的 即是買回來 我就即時將它們清理殖料 然後就入水 那我入水的方法呢 就非常簡單 通常清洗完殖料之後 我就沒有噴任何消毒的東西 去那些筋裡的 是沒有的 洗乾淨之後 然後呢 如果它當時是 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的殖料是乾的 比較乾 中性或者偏乾的 那你就將它浸水 將所有的筋浸水 一至兩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將它拿筋 一天 那第二天 即是拿筋完一天之後 又是這樣浸水 一至兩個小時 然後又拿筋 那如果你拿筋的時間 是適合下雨天呢 那你可以順然將拿筋的時間 增遲多一天 如果譬如說 好像香港那樣 現在已經是很熱的天氣 或者比較乾燥的 那你就 即調整一下 將拿筋的時間都是一天 但是浸水的時間可以說 相對加多一些時間 那我由於英國的天氣 一年裏面其實是沒有太陽的時間 多過有太陽的 即使是夏天 現在五月都好 晚上溫度都是十度以下 而且是連續好幾天下雨 那所以我現在發現有一個水培的 一個新的好處就是 因為以前我試過那些普通種植的方法 有時候 剛好譬如前一兩天淋完水 因為我淋完水 我是習慣了將它們淋透的 那 剛好淋完水 一兩天 它就下雨 連續下幾天 這樣就很容易令到 那些藍花的根就爛了 即水份過多 那如果說是水培 就好棒很多了 那好像我現在有部分的水培活電欄 就剛剛先將它的水倒了 因為連續下了兩三日雨 那本來是全水培的 那我都將它的水倒了先 順便清一清個容器 如果有爛根的收剪一下 這樣做一做這些功夫 然後就進行拿根 那拿根多久呢 就要視乎看下下雨多久了 那譬如一路都下雨 那就一路都拿根 到好天的時候 再看看那些根的情況 那你就又算回到 譬如說好天的時候 那些根已經是 乾透了 乾透了一兩天 那你就又泡水 浸水 那如果說 剛剛今天才不下雨 但是那些根還濕的 那你就把它拿根一天 所以很多東西 是要靠自己靈活去執山 那我就很快地跟大家 看看那些水培蝴蝶 現在的狀況 那現在這些蝴蝶 除了一棵入水 比較長時間之外 意思是說 應該是 這棵 這棵是聖誕節 那一兩天 12月23至24日 那天買的 當時我買了幾棵蝴蝶 凍傷了的有 兩三棵 這棵是其中的一棵 最早凍傷的那棵 它當時是帶花的 現在還有花 但是那些顏色就變了 綠色的多了 粉紅色的少了 兩棵都是這樣 那我12月20多日買 接著到大概是過了新年 1月21日的新年 我就開始把它轉水培 那它的根呢 都爛了大部分 剩下一點 但是現在應該就不會再爛根了 那麼 它經過了 比較長的時間來適應 這棵是真的 適應時間比較長 那麼它已經沒有再爛根 但是也沒有新的根生出來 但是它的花 還有兩棵在那裡 很奇怪 那麼它不借 我又不撕它 是不是 讓它先 那這棵就是其中一棵 最早入水的 另外後面這些呢 就全部都是 大概三月初 三月初 因為我在香港回來 之後 就一直一直 將它們陸陸陸陸陸入水的 嗯 其中這棵呢 就是 農曆新年的時候買的 買的時候呢 它另外有一枝花筋已經開完了 我剪了 這枝呢 當時買的時候 它是一枝小牙來的 而已 沒有這個葉那麼長的 那麼 那麼 它 嗯 大概過了農曆新年 沒有多少天呢 我就把它轉入水 水培的 那麼現在剩下的根大概 就三分一 應該就停止了爛根的了 那麼我浸的水位都是這麼多 下面那些是玻璃株來的 那麼我這樣放的目的呢 譬如我現在這樣的水位 如果我懶得拿根的 就把它揉得它 那些水位下降了 那些根沒有接觸到水之後 但是下面幫那些豬下面還有水的話呢 我就揉得它 就當是下面有水氣 而上面那些根沒有接觸到水 這樣的方法來拿根 也不知道算不算拿根 因為它沒有接觸到 根接觸到水 但是 根的下面是有水的 那麼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種 它完全沒有缺水的跡象 還有呢 這一枝花梗呢 它是一直一直在長的 那些花梗也都成熟著的 那麼它曾經有一段時間 早前呢 曾經有幾天呢 是熱到去到二三四度 二三四度 英國來說就很熱的了 尤其室內呢 那個溫度可以變得很高的 那 只是兩天而已 我的風扇拿出來 都是吹了兩個小時而已 已經又不用用了 那麼它就有兩個花梗 那些花梗就剛剛 就是當時是成長的 就是燒了 那之後 天氣轉涼一點之後 它一直就 沒有什麼問題了 繼續生著 那這棵就 相對根是難得多些 那另外呢 這棵也是 現在還是有花 現在還有花開著 根就難了 大約超過一半的了 但是現在看到它是 那些老的根尖呢 是開始 重新生根出來了 這棵其實上次介紹它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停止爛根了 那現在它就是 大家看到那些水位了 浸水的位就是那些 水積的位 最長的一部分根浸到水 那它現在的根是接觸不到水的 我就是游得它這樣的狀態 因為也是天氣是下雨 那即使它的根沒有接觸到水 也都不會缺水的 而且下面的水揮發的時候 也有水給它 所以它的花也是繼續開著的 這隻沒有香味的 另外這一棵 這棵是比較普通的白花紅心 白花紅心 買的時候 這一串是煮花筋 另外旁邊有一枝 它沒有停過生長的 現在有接近十個花筋 那都不錯 即是說 鑽水培對它沒有什麼大影響 反而那些根就有部分是爛 始終爛根 唯一的方法就是拿根 在我的角度來說 爛根的時候就把它拿根 看天氣而定 拿根幾多日 後面這些 就開始成績好一點 這一棵 就是我在香港帶過來的 香港寄過來的 現在還有一朵花 當時 這枝是主要的花筋 上面開完花我就剪了它 然後塗一點肉桂粉 在箱口裡 這枝比較小 一向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花 它有花 但是開完 那可以讓它 這麼亂 沒有剪它 那這棵葉就 比我買的時候 就大了一點 它葉上面的斑點 好像消失了部分 我想它是一路一路 大一點之後 它的斑點是越來越少的 那它的根就真的非常好 即是超過九成的根是保留到的 而且呢 是長時間浸著水的 基本上是浸著水的 一直都浸著水的 即是全水培 那我就穩定一點 就不浸太高的水了 大概是 又是這樣 部分的根尖碰到水 那就夠水分了 這棵是香港帶過來的 其實呢 其實呢 好巧 我那些蝴蝶蘭呢 水培的蝴蝶蘭呢 蘭筋最少的 都是從香港帶過來的 因為我只是帶了兩棵蝴蝶蘭過來 兩棵都轉了水培 它們蘭筋的情況 都是極之少的 那不知道為什麼 不懂得什麼原因 但是 偏偏就是 香港的那些蘭筋 是真的很少的 那在英國買這些呢 就有不同程度的蘭筋 那所以 不明白什麼原因了 那這棵呢 就 我有兩棵 一棵水培 一棵不水培 那現在的花呢 都是很健康 和不是水培那棵差不多 它們花的保留時間 都是差不多 那它兩棵花的 我就把它綁在一起 夾著它 綁在一起 那不用 撐來撐去 那 現在就 又是 少少筋碰到水 這棵我放了它 在角落頭的 基本上都不記得拿筋的 那所以呢 應該來說 都是全水培了 不記得拿筋的 那現在看到它的水位 都是一直下降 但是它的筋很長 在杯底接觸到水 所以 基本上都是叫做 全水培的 那 題外話 剛剛今天 剛剛今天 家人買給我的 剛剛買回來的 買了一棵 這棵花 原來很香的 原來 很香的 我 我鼻塞都聞到 還有很長的花 那這棵 剛剛買回來 所以 還沒處理它 還沒處理它 很香的 黃花白心 有時候我不出門 都 有新的花回來的 另外呢 這棵 這棵 又是爛筋 大概爛了 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一半 那現在剩下的這些筋 今天 現在就拿著筋 因為下雨 那我可以把裸筋的時間 順延下去 那它現在呢 就很厲害了 有新的葉 生出來 剩下的筋 相信都應該保留到的了 因為通常水培呢 嗯 頭那兩三個星期呢 要爛筋的 是 最 大 最多時間 出現爛筋的 時候來的 那現在看到這裏呢 就脹了一點 那 預備好像有東西生出來 那樣 那就剩下兩棵花 那 有新的葉 非常好 雖然沒有新的根 那另外呢 就後面還有幾棵 那這棵呢 就是 這隻花 又是買了兩棵 其中一棵就水培 一棵就沒有動過它 那它的花粒也是一直大著的 嗯 早前看呢 很大的那個花粒 現在都開了 就是這個 新鮮開的花 它的顏色是黃一點的 這些花粉是偏黃一點的 開得久了 這裡就是變白了 那這個品種也是很漂亮的 當時我看到有兩棵 我都買了 那這棵花呢 就選得很好 它本身兩棵都是比較 樹齡比較老 有很多葉 還有根也有很多 那這棵呢 就保留到超過一半以上的根 但是都有爛根的 你看它定下定下的那些 我只是撕了爛的那些部分 就沒有直接剪掉它 那這棵就是原本一直都浸著水的 現在看到它的根都還是濕了 但是已經下了幾天雨 那我就乾脆就將它的水倒了它 然後洗洗個瓶 進行裸根 那裸根目的就是 希望它的根可以透透氣 能夠希望它的根健康些 目的就是這樣 那這棵呢 就 又是 舊的花都借了部分 然後剩下的一部分 那 那這棵呢 那些水位就比較高些 因為它都很適應了 其實它是有新的根生出來的 現在看到這些 比較淺色這些呢 它已經是自己有新的根生出來的 所以 通常 如果有新的根生出來 水位 盡量都可以讓它新生的根 接觸到水 那如果它的新根 一路越來越長的話 你可以考慮 將水位調低一些 又或者保持回現在這樣 最基本的 就是要它新生出來的根 是有水接觸到 因為它已經是適應的了 它已經適應水培的水位 那你 如果它新生出來的根 你又不給它水 那好像 是不是好像 不是太 好 那樣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 新的葉 我就看到 我看到有新的葉 很細 現在這裡看到 有一點點新的葉 很細 那也不錯 起碼保留到一半的根 我已經是很滿足的 那 後面呢 就兩棵 就比較中型一點點的花 它們保留到的根 也是 不錯的 那 好像這一棵 這一棵的花 就很搶眼的了 是非常搶眼 那 那 回來到現在 它的花的顏色是沒有變過的 所有花瓣都可以打開 這個最小的花瓣都可以打開了 又是回來 我已經把它轉水培的 那 我剛剛又是把它的水倒了 跟剛才那棵一樣 因為下雨 我不想它一直這樣浸著它 讓它順便透透氣 那 它的根 又是大約保留到一半 大約保留到一半的根 那 那 這些根 全部都是好的 是健康沒有爛的根 或者是叫做難靜的根 那 都可以了 至少它 四支花瓣 這裡兩支綁在一起 兩支綁在一起 那 這裡有兩支 那我就 因為它沒有殖料 水培沒有殖料 那麼那個 瓶又比較闊 它會擺來擺去 所以我要 很像五花大綁 把它綁住 固定住的花 這樣 固定住 它就 又不會 變了位 或者黏在一起 那 另外 這棵 這棵 以前我叫它做彩色的炮 已經夠了 這棵 又是帶回入水的 那 那 之前 它有一棵葉 這棵葉是有點扭曲的 那現在 我把它按下 也變回正常了 這些 就是它應該是回來之前 人家弄傷了 那 沒什麼問題 現在它都 雖然有條疤痕 但是都沒有爛 那些葉子沒有什麼事 那 現在看到 你拼葉之前 就有些缺水的 那 我 就 沒什麼 把它拿去 之後 它就 硬挺 這些葉也是 硬挺 它的根 也是保留到很多 當時它的根 這些是在膠盆頂 那 它 已經 撐住了 但是它在這裡圍住了 我沒有刻意按下去 所以 就能由它在上面 那 就 撐住 那些 長些的根 就可以接觸到水 那 水位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 那麼高的水位 要讓它揮發到 沒有去到 裸根的狀態 起码都要整个两个星期 所以它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浸水 可以叫它做全水培 因为早前我试过拿根 它的叶是有点凹的 所以现在我就把它这样 如果譬如拿根 如果就算是半水培那些 拿根完之后 浸的水位是要将所有的根浸到水 浸几个小时之后 将它的水倒掉 然后又进行拿根 那你就按照你的天气来做 潮湿天的你可以顺弦 将拿根的日子加长 如果干燥天的 你可以将浸水的时间加长 就是这么简单 那施肥呢 我就会隔一个星期施肥一次 开花的我都会施肥的 包括现在刚才说的所有花 我都有施肥的 那现在带花的施肥呢 大概就是用建议用量的 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那么就 两个星期施肥一次 那就浸水 将根浸水 大概浸半个钟 二十分钟至半个钟 那就行了 那有朋友说 最好就是在一些 筋浸的时间来施肥 那 或者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就一时时 有时懶的 就直接浸肥水 那如果说 譬如 好像那些 泉水培的 那 就好像这些 泉水培的 譬如现在这样 当不是说裸根的 我就即时就将它浸肥水 那 另外呢 就有一棵 我刚才不是说 有两棵 在香港买过来的 蝴蝶蓝 那这棵 是其中一棵 开圆花了 那 我就用一个这样的方法来种 这些是环保的 法 保 胶 范盒 我把它剪到一个方形 一个方形 那它的根 是保留到 九成半以上的 那些根也都很粗 我就在它光的状态之下 就塞一些法泡胶 下去 那 那淋水又怎样呢 我很久才给一次水 就是在面头 噴少少水 那 如果要施肥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将清水换成肥水 就是这么简单 噴少少 那我昨天噴过 但是杯底是没有水的 那 为什么会这样种呢 因为我在网上 上面见过有一位朋友 它是用这样来种 它全部都是 这样用这些 这样的 法泡胶 这些质地来种 它种到很漂亮 那些根很漂亮 而且是很健康的 整棵花很健康 那这样的种植方法 就绝对干净了 除了说怕它有不好的东西 揮发出来 但是这些是环保的 发泡胶 就是说可以循环作用的 现在看到它的根 是有些少湿气 是不是 就是我昨天才噴过水 在面头的根的位置 噴一下两下的水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如果这一棵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试一下 如果是这样 是可以的 这样种 我觉得就真的很干净 是很干净 就是完全没有垃圾 没有炆仔 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希望它成功 成功的话就 这样种是非常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比较长 也都多谢你的收看 那如果喜欢我短片的朋友 欢迎你订阅 也都麻烦你给个赞我 那我们下次再聊 多谢你收看 拜拜